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高中毕业后考上赫尔辛基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并创立残疾人钱协会 立志维护各界残疾人基本保障 人钱 潜力 扩建无障碍设施等 他在市议会工作了19年 是昏南立社联盟共同的创始人 也是第一位当选党主席及昏南议演的残疾人 还是国际残疾人 DBI创始人 并以1998年领导昏南残疾人士基金会 影响联合国 世界银行 巴尔干半岛 非洲 欧洲 亚洲等世界各地残疾人士 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是在2006年12月3日 铸成了联合国残疾人潜力公约 该协议公约以2016年6月生效 意味着各国必须尊重残疾人 并将该协议公约作为法律医计 尤士卡尔科克·科拉40年11日 他奉献一生经历 不日到国际合作 残疾人包容性发展政策 残疾人基层发展合作 人道主义等 他的榜样和鼓励 对许多国家的残疾人运动至关重要 为全球七亿残疾人发生 为全球七亿残疾人得到尊严 为全球七亿残疾人照亮光明 不愧为残疾人潜博士救星